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 各位同學 開始上課 台灣時節嘛 今天會課 我看還有人在睡 講個笑話大家提提精神 我是個藝術家 畫畫 然後我以前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當然我們畫畫 你知道都要做什麼事情 畫人體寫生 人體 你知道什麼叫人體寫生嗎 知道嗎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三拖光光給你畫 叫人體寫生 我們學校一開始大學部的時候 因為很多台灣來的學生都是頭什麼 很多人讀藝術 都是頭什麼 理工科 理工科男生就對 對這個人比較心象網之 很多人早來問我 聽說你讀藝術系 我說是啊 聽說你們有一堂課叫人體素描 我說是啊 有什麼事 禮拜幾上課 我說這跟你什麼關係 我禮拜幾上人體素描課 跟你什麼關係 說沒什麼事 我就走 我順便跟他講 禮拜三下午幾點到幾點 兩點開始 他說知道知道 我禮拜三下午果然有一堂人體素描課 我們教室也很大 我坐十幾個人 中間就模特兒就在中間 我的位置 剛才正對面就是門口 教授很小孩 怕說 難看 不是難看 好看 但是怕影響到模特兒的心情 所以都用布袋打起來 玻璃上面 就貼滿了海報跟布袋 貼起來以後 人家就不會一邊走過去 不小心看到 我坐在那裡 開始上課 那天下午 一上課的時候 我就開始畫了 果然沒多久以後 我就看 貼到海報的角在那裡 去扣開 掀起來 然後改下去 沒多久 另外一個 又掀起來 又馬上改下去 我想說 這一定是台灣人的電影 再做一段動作 結果你知道 他為什麼開那麼快 馬上改下去 因為那天 我的模特兒 是一個美式足球員 200公斤的 雄壯威武的 大帥哥 要看到 倒下了 快蓋起來 期望很大 我可以想像中 他們走到我那個藝術戲館 那種心情一定 哈哈哈哈 期望很大 把揭櫃之後 嚇一跳 快蓋起來 台灣人也是這樣 每次去投票都期望很大 希望這個選出來的人 可以 對台灣人做一個 什麼 很大的改變 有台灣人變更好的日子 過 結果每一次就是這樣 嚇到了 算出來 怎麼這樣 錯誤的期望 錯誤的期待 結果一定是這樣子 好啦 不講那個 來 這看有沒有 這張圖看有的人 抓手 看得懂的人請舉手 看有的人抓手 有沒有 我就請你來解釋一下 來 教大家看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應該是看沒有啦 等一下 上過我藝術史解碼的請舉手 好 大部分都是第一次上課 好 這個時間在1911年 一百多年前的話你看沒有 來 下一張 這看有沒有 看不懂的舉手 我只要知道看不懂的請舉手 看不懂有幾個人 看沒有人 看沒有人我才問 看得懂我就不問 看沒有人抓手 我請問你 這人是畫飛機 是不是 是不是畫飛機 我只問他們 你懂的人就不要講 是不是畫飛機 飛機 不是吧 是不是飛機 你剛才騎手說看不到的人 我問這是飛機嗎 不是嘛 表示你看得懂啊 牠是餵什麼 是餵動物嗎 還是人 沒有 其他人知道的就不要回答 只有不知道的人 說不知道的人 我要慢慢 餵人嘛 對不對 餵女兒 餵女兒 知道人不要講 不知道人才講 對嘛 你都看得懂啊 你只知道他是畫人 他是畫女的 搞不好畫幾個你都可以穿得出來 你跟我講 你看不懂 不是看不懂啦 這只是跟你的期待不同嘛 對不對 你看有啊 你看有別啊 這是有的女婦啊 有穿衣服嗎 你又看有衣服 又沒穿衣服 那你一定看得懂這幅畫啦 沒有說看不懂 只是跟你一般 比較過去看的圖不一樣而已 那發生什麼問題 下一張 這你就看有了啦 這又說看不懂的人走手 大家都也看有對不對 第二張看不懂 第一張看不懂 下一張我們把三個放在一起 左邊的 中間的 現在的 這是一期多少年了 所以你的藝術的欣賞能力 停留在三百多年前 這1907年皮卡索畫的 這是你們阿公阿祖的圖 那時候人人人畫的 那時候人人畫你怎麼看不懂 所以表示我們藝術欣賞能力 不好好感 我們停留在很遙遠的過去 我們的觀點有問題 我跟你講這三個東西都代表不同的系統 不同的觀點 你要有解碼器 你在看我 怎麼解碼 這叫做立體畫派 這樣跟你講 我們畫背 杯子只有這樣角度去看嗎 這叫杯子 這樣是不是杯子 是啊 這樣也是杯子 所以你每一個角度都是杯子的時候 你畫的人只對這樣看 這樣也是我 你把不同的角度的我 在同一個平面上畫出來 這樣就變成這樣 正常 對不對 角度再更多的話 是不是就變成這樣子 就跑到那邊去了 那就是立體畫派 不同的觀點 放在同一個地方 結果就產生了 你們有了我的解碼器之後 變成這樣 你看我的眼睛 對不對 不同的系統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在 不能做什麼事情 本來是你在這個系統 看得很自由自在 很自由自在 很自由自在 剛才這個 笑得有困難 但是我給你解碼器 你看有了 對不對 你再厲害一點 就看得懂這個 但是這三百度 現在看有了 知道它的意思了 它的意義 它每一幅畫裡面 都要什麼 一致性 比如說你的觀點是一致 下一張 這個為什麼 這就飛了 為什麼 一下又有寫實 一下又有立體畫派 又有一個 極端 立體畫派 對不對 這都藍作了一段 叫做inconsistence 不一致 回到上一章 不好意思 你要一致的話 主投稿被讓它完全寫實 你不然說 這邊就造了一個抽象的 卡照出來 對不對 所以不管是 這三個系統怎麼換 你每一個系統的話 都有一致性 比如說我今天穿什麼 穿誰 穿誰 我如果 會 會 一箱穿高跟鞋 右邊穿皮鞋 你不覺得這個人小小 是不是 因為我這是一個系統 我這個系統裡面 如果沒有一致性 叫做consistency 就有問題 不管什麼系統 只要是一個系統 它裡面就有一個原則 叫做一致性的原則 下一個 再下一個 OK 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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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人類法律 都試圖從大自然裡面去學這些原則 來制定人類的原則 如果你的原則跟大自然的 你看 大自然法則的特性 為何人運作的系統 必須配合大自然的系統 為什麼 你如果不配合是怎麼樣 我舉個例子 你的設計裡面沒有考慮到對吸引力 這是大自然的系統 它裡面的規則 你沒有考慮到那個的時候 你就出問題 沒有錯 你一定要考慮到大自然規則 所以人 既然脫離不了這個大系統 遊戲規則的時候 你就要去配合它 人沒辦法制定違反大自然的規則 去制定人的法律 那就違反大自然的規則 大自然說有男有女 你就偏偏不按照男女來分類 分類人類的話就會出問題 大自然是靠繁衍再延續下去 你不把繁衍這件事情 當作一個國家的法律來保護的話 人就沒了 你不鼓勵生育下一代 你這個人種就沒了 沒有錯吧 所以你一定要考慮到 什麼叫大自然運作的原則 人類的法律一定要尊重這個 所以另外說國際法 還是萬國公法 都要考慮到 Nature Law為基礎 來建立這個 再從這裡面建立你各個國家的憲法 一步一步來的 事情都有規矩 我們台灣人過期沒有人 尬整個機 所以都尬尬了 剩菜學不會太 Consistency就是一個 形式系統裡面不蘊涵矛盾 其中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走路 有些人走路 我正的腳的速度 和我倒腳的速度 不一樣的時候怎麼樣 跌倒 一樣 所以你的一個系統裡面 如果上課要講話 可以在後面講話 我上課這邊 不講話 你是翻譯嗎 還是 你是幫他翻譯嗎 那我就全日講中文 講北京話 是不是 這樣你就聽得懂 我是不是要調整 我盡量不講 你是聽不懂 我上課如果要講話 請到外面去 如果講完了以後再回來 上課不交談 因為影響旁邊的人的上課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整個機 以後你們在上高級班之後 你要當民政府的官員 你從你平常的日常的自我要求做起 不然台灣人怎麼會 放心吧 把這個信心放在你身上 台灣民進會身上 你既然要當這個位子 你就要向這個位子 這個位子的人的樣子 從我們平常日常生活 上課 清擦 開戲 好不好 我們回到這個 所以一個系統裡面 我現在先跳過 先不講系統 另外一個叫Integrity Consistency是針對行為在形容 Consistent就一致性 塞加倍一下子飆200一下 降到10公里一下就50 叫Inconsistent 心跳也是一下200一下20 就這個人有問題 也不正常 Integrity是針對人的個性 比如說我講的話 我真的做的 一樣一致 我表裡一致 我心裡面想跟歪歪表一致 這種人叫做有Integrity 外國人跟人罵說 你沒有Integrity很嚴重 Integrity的相反之叫什麼 Disunity 是不誠實的意思 你既然不誠實 你講的跟你做的不一樣 叫做沒有Integrity的人 沒有完整的人格的人 這是形容一個人 我們美國以一個國家來看 它也有一個國格 這國格也是 你位階越高的人 這個要求越多 比如說你在團體組織 還是村莊裡面當長老的人 你對自我的要求就要很嚴格 你不可以我對這個人好 對那個人壞 我的罪人的標準就不一致 不一致的話 你就沒辦法在高位 越高位的人 你做事情要放租 每一個人都接準 人家才會服你 所以美國 你如果要做世界裡面 主要的領導 或者G7國家 你要當全世界的秩序的掌控者的時候 你就要有這個原則 就一致性 我用的法律是要放到全世界都標準 人家才會服你 我們今天台灣民進行 我們去顧美国 原因是背双基於什麼 美國是一個表裡一致 雖然說事實上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基本上它是守住這個國際法原則 戰爭法原則在做事情 你在顧得贏 而且它三權分立的時候 每一個權都比如說立法司法 都是堅守在它的位置上 你要好好照顧 照顧贏 你如果像中國那種 不一致的國家的話 他很快就把你封殺掉了 所以誰可以當世界的領袖 就很清楚 好價錢你讓他去接領 你才有這幾基他保護自己 你才有今天 我們台灣人才有今天 好價錢讓美國接領 我們去顧 再顧贏 顧贏之後 美國的行政部門就會按照 司法部門判的結果去遵循 我們還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了解 就是美國有這個 國家的一致性 表裡一致 他不敢在這邊 胡作非為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被掀開來了 沒有任何一個美國總統 不敢去違反這個 憲法裡面講要遵守 萬國公法 這樣知道了 來下一個 剛才我們看到 本來我們是看寫實主義 一個觀點 從一個角度看東西 後來我們走到立體化派 多個角度觀點 本來是realism 後來變cubism 不管你怎麼變 它是一個系統 轉到另外一個系統 在這個系統裡面 只能用單眼去看東西 在這個系統裡面 叫做paradigm shift 系統轉換 所以你的觀點改變 你所看到的世界也變了 沒有錯吧 當你的觀點變的時候 世界就變了 我們自小人和大人 都是在經歷這個過程 你還是小人在那時候 你的世界有多大 我跟你說沒有多大 我們家跟那條街上 這樣而已 北部夜市帶你去 生一年回來 那就是你的世界 慢慢長大以後 高中考上別的地方到 台南去念書 還是台北念書 你的世界變大了對不對 後來出國念書 你的世界越來越大 所以你的觀點改變了 你的世界也改變了 我們有了法律之後 我們回去看過期的 台南以前沒有這個觀點的時候 看不清楚政治在玩什麼 我們看不到政治在玩什麼 你現在有法律出來之後 看得好清楚 你比現在的國民黨一定 還是民進黨一定的人 更清楚 整個看得清清楚 當你說實在 在論勝負勝敗的時候 觀點越看得越清楚的人 一定是那個勝責 你看得非常有限的時候 你能夠吃掉 就是這樣 我們民進府有個 民進府的高度 我們的高度 就是我們的觀點 是站在放租全世界 接準的標準上面 來看台灣的地位 大家知道 來下一個 這個就更清楚了 這怎麼看 過期我們台灣是部落形式 今天上完昨天跟今天的課 你們大概知道 過期的台灣 不再向西洋通敵進行 我們在這個島 已經生存幾萬年了 我們裡面 基本上不同的部落 這樣相安無事 在上面挖掉了 但是後來 大清帝國這次 一看到這個 西班牙人進來 日本人進來 都不同的系統 試圖要控制台灣 對吧 因為這邊有資源 所以在不同系統 之前都把你當作殖民地來處理 市民地 如果是殖民地的話 表示我是暫時性的 不是永久性的 我來了 可能有一天會走 可能有一天把你賣掉 我只是殖民 我用你的資源 時間到我會走 所以慢慢進行 到後來到日本 大清帝國下關條約的什麼 大清帝國把台灣 福爾摩沙跟 澎湖割讓給什麼 但是本帝國 的天皇 所以天皇擁有台灣之後 他就做一個動作 他不是只是暫時把它當成一例 他有目的 要把它稱為他自己的 領土 所以他做了一個叫什麼 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Permanent Change 每一個 說到不然 每一個權利一枚之後 他都帶著他的系統進來 大清帝國一枚 台灣那時候也是這樣 他帶了什麼東西進來 蓋生 蓋廟 求稅 貪污 就是這個系統進來 要用什麼事情來統治台灣 姓氏嘛 生 他是你姓嘛 你本來住在這裡 土地人沒有那種生 他是你姓 叫你拜他的行 叫你說他的話 他就這樣來統治你這個系統 日本人來當然 我們就換成日本系統 可是這系統再換來換去過程 有一個系統不變 而且這Permanent 永久以後 已經被定下來的 就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系統 但已經掛了年後 大清帝國皇帝 所以已經是永久性的改變 這塊土地的性質已經改變了 改變之後 你說不容易 現在就 我們都說中文 按照中華民國法律 不好意思 那是因為我們過去見拜 戰敗之後 美國的系統賣一次 本來他應該來佔領 可是他帶一個三流國家 跟你占領 為什麼說他三流 他既然打敗的 流亡政府來台灣 他就帶他的系統 還有一次 一次目的跟過去不一樣 這一次目的是要把你破壞 美國人就是用 我們是一流的 後來變大日本帝國以後 是世界強國的系統 在裡面 所以過去台灣人建設的非常好 但是中國資納的文化一次後 再來破壞 再破壞一次 使台灣以前日本帝國的系統 不發生作用 就是要破壞 曾幾何時 現在中國又出門 又是問題 所以美國現在要對付中國 又把大日本帝國的系統又恢復起來了 所以我們台灣的地位正常化之後 我們回到我們正常的 所以我們的媒體教育信誓宗教 過期讓人創立 我們現在要退出去 很簡單 你這樣看這個系統就很清楚 我們現在在系統轉換過程 系統轉換過程 就是很多人受不了 想說這個暫時的系統 就是他永遠的系統 想說我就是中國那裡來 結果不是 我待會會一步一步跟你講 你為什麼你本來就不是中國人 他就用信誓把你套在上面 叫你講他的話 就是這樣 他是有目的的 以後待會我會慢慢講越清楚 這個系統現在要幹什麼 現在要恢復我們大日本帝國系統 再來下一個 OK 現在講得很清楚 本來部落心事地太小 系統不相干 大日本帝國系統 帝國擴張系統 美利堅合眾國破壞先前系統 使之不發生作用 支那國系統 支那國系統 還不是這個現在比較強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系統 跟流亡中華民國系統 那是強建牌的 還不是現在在中國那個系統 系統內部對象是 系統內部被統治的人民 一個對象 系統就是那個議口 以特定的史官掌控歷史解釋權 為了維繫他統治資格 不同的國家系統一般都要做這件事 制度上以史官建構法律規範 系統外部對象是其他系統 系統間的關係 比如說你這裡有一個系統 那一定要配合其他系統 思想上與其他系統合中聯合 怎麼說 資本主義國家的各個系統 會結在一起 你共產主義國家就合作會 所以你現在中國跟蘇俄 俄羅斯就去合作會 一起聯合軍援 現在看得懂嗎 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體系 不同的系統就會互相親近 像美國跟英國的系統 合作會 歐盟就合作會 在制度上符合國際規範 你在系統跟系統之間衝突怎麼辦 有一個國際規範來規範 現在知道 流氓中華民國系統的企圖 企圖在不屬於它的領土上從事破壞 為了建構對它自己有利的虛構 虛構的系統 這到底不是他的 這不是叫你代管 可是他就要把整個撕下來 如何證明 因為一旦出了台灣 國際組織國旗國華都不能用 你怎麼進民間會動有問題 出去就知道了 一離開台灣這系統就不管用了 他只能對內 對外沒有用 很清楚 下一張 OK Perception 你怎麼認知 你怎麼看我們的世界 Physical world 就是我們看得到的世界 因為你的觀點 你可以掌握這個世界 還有另外一個什麼 Historical reality 歷史上的事實 會因為你的觀點而產生改變 你們現在已經在經歷這件事情 我們的史觀 來下一張 先黏這句 史觀非常重要 很多人講說 歷史觀點 各說各話 我說沒有 史觀跟人生存有很大的關係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會影響你的立場 立場會左右你的選擇 選擇之後會產生行為 行為會決定台灣人的命運 不要小看 史觀 史觀 決定你之後所有發生的事情 說到觀點 男生有男生的觀點 女生有女生的觀點 北美的印第亞人有印第亞人的觀點 白人有白人的觀點 每個人都有觀點 可是你的觀點重不重要 不一定 你看印第亞人也知道有他的觀點 但是白人來了現在什麼通話 白人的通話 男女生結婚的時候 都帶著自己的觀點進入婚姻裡面 男人說我們家都要到期才可以吃飯 他就說沒有啦 我們家都要做生理 誰人先來誰先吃 這就是不同觀點的衝突 這個就可以吵架 衝突到最後怎麼樣 要compromise 兩個人要協調到一個共同的觀點 如果不能協調出來怎麼樣 就離婚了 那個協調出來以後 根據誰的觀點 誰愛誰多誰就扭少 對不對 就按照你的觀點 他就成為之後大家共同的觀點 沒錯吧 這就是調和 觀點重不重要 當然很重要 決定你的命運 決定以後是 大家分開來吃飯還是一起吃飯 對不對 沒錯 牙膏要怎麼放那個 牙刷要怎麼擺 這都決定 事實只有一個 歷史上事情發生只有一個事情 但是呢 一旦訴諸語言文字來描述的時候 就會採取某種觀點 也就是所謂的描述的一致性 Consistence 又可以到這個字 所以無法透過系統裡面的一致性 來檢視整個系統是否有錯誤 所以我們民進府說的系統 是放諸四海接準的標準 你用國民黨的系統來看的時候看不見了 你在說什麼 你怎麼有影響 你有沒有經常聽到 我們跟人說民進會法理的時候 因為它是過去國民黨的教育下 長大的小孩子 你所有的史觀 你的觀點 你的資料 都是用那個系統裡面 你出不來 除非怎麼樣 你採用外面的資料觀點 來修正你原來的觀點 你在跳出來 你如果永遠都是用這裡面的世界 來看世界 有問題 現在知道了 所以你不能再講說 過去課本就不是這樣 笑死人 因為課本是他的教育系統裡面 編造出來的假的歷史 現在知道 再講一次 史觀非常重要 觀點影響立場 立場左右選擇 選擇之後產生行為 行為決定代表人的命運 接下去下一個 所以資納它也給你一個史觀 這個資納史觀是有目的的 什麼目的 三個 在時間軸上面 對它過去所做的 現在要做什麼 未來要做什麼 它有三個補課階段 來寫它的史觀 過去是什麼 因為過去我們二十八 給我們台 對不對 那它要怎麼樣 淡化這件事情 你看看過去不是一個教育 說二十八 台十幾個人不算什麼 他在講這句話 對不對 我們知道是錯 可是他認為是對 為什麼 那叫做中國史觀 資納史觀 因為在中國裡面 十幾個人不算什麼 青菜的台台 對不對 一將功成萬古枯 視百姓為草芥 青菜怎麼炒 可以掛掉 那是他的史觀 我們不是 我們在台日本 中國裡面 我們要做戶籍 戶口明布 哪個人 誰誰誰誰誰誰 都做到紀錄 非常精確準確 過去日本人 把我們台灣人抓 整天都要放出來 所以他是尊重 這種 個人 跟那些不把人當人的 系統是不一樣的 他就要把他史觀套 所以我們的妮娜 如果採取他的史觀之後 覺得什麼 幾百 反正也沒有多少人 比總這樣 你一旦講這種話的時候 你已經跳到 你就變成中國人去了 你就變自那人去了 你用自那人 再回過來看我們台灣人 那時候 不一樣意思 所以他史觀給你改變 所以他用這套來 塞我們下一代的 我們上一代 所以他老一代的話 用分化的方式 你這是哪裡來的 過去不是說 你說 你是 泉州 你張州 你客人 你哪裡來客人 對不對 你哪裡來 奇怪 所有的中國人來 那也是幾個不同省的 為什麼都叫外省人 你可以說 你是山東來 你是浙江的 你是廣東人 你是福建人 你要去分化他們 為什麼他來分化我們 對不對 那就好笑 所以這是有目的的 因為人不難得救 所以他口祖主會叫做外省人 那些人比較多 你台灣人又來分幾個地 你五三座的 你什麼什麼 就是統治者在用的手段 你要看得懂 結果我們還不是 還不是什麼 還不是什麼 全座長說 還不是這樣 對吧 還有西一代 透過這種史觀給你改變之後 我們下一代 你們就不再認同 我們那時候 所經歷的事情 他會看淡整件事情 二八放假變成開玩笑的日子 明天二八放假怎麼切頭 不是很好笑嗎 這是一個台灣人 就悲傷的日子 怎麼這麼好 所以他把你扭曲了 變成一個放假的日子 你那再想一想 Motives 竊取日本台灣的目的 這是怎麼說 當下 他就只跟你講 開羅學員 跟台灣這地位有關 不可以跟你講 挑割他不可以讓你知道 那目的就是什麼 而且在這邊 叫你去選舉 馬上就可以繼續維持它 所以民進黨在做的事情 是跟國民黨一模一樣 民進黨說得不好 就是一天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台灣人 你才會去生意那套系統 你才會支持他那套系統去選舉 沒錯吧 你要繼續延續他的生命 所以這是海南下一代的事情 當下利益 他就在說中國一直要來欺負 侵犯台灣 所以你要花錢你要捐 捐錢去 以前還要買什麼 你們可能這一代不知道 什麼愛國郵票 房老郵票什麼 錢又關出來 要捐 我們要買飛機要捐錢 馬上 你就是驕債去買武器 就是這樣 為了當下利益 繼續迷惑台灣人 現在還需 現在還繼續 你現在考試就是 還是在考他們那套系統 此關很重要 影響立場 左右選擇 採取行為 行為決定民意 下一章 所以他現在還要走 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 怎麼幫助台灣人 從那個系統裡面走出來 怎麼幫助台灣人 從支那系統走出來 有什麼方法 我們用什麼方法 所以 Give things their proper priority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 我們把我們所知道的每件事情 給它先後順序 用理性的方法來分析 你就頭腦越來越清楚了 下一章 但是最清楚的是左邊 什麼叫perspective 就是景深 在左邊 前面大中間 後面小 你才看出來 這是有景深的畫面 你如果三個一樣大 你就灰燙了 你看不出來 這個是有景深的東西 有些歷史的話 特地強調部分歷史 扭曲你對景深的認知 confused 你就看不懂歷史 如果這個景深是代表歷史的話 因為它的扭曲 你看不到這個歷史的真正的樣貌 你看不出來 你被誤導了 比如說我們現在課本 現場就知道 百分之多少講中國歷史 百分之多少講台灣歷史 八天宇一向 沒人知道 台灣的英雄是誰 沒有人知道 那就是刻意在扭曲你的歷史 不然就只說這幾百年的台灣 台灣有好幾萬年 怎麼沒去說 對不對 他就是選擇性的扭曲你的歷史 宮傑講一個故事 到講到這邊講一個故事 過去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國裡面有什麼 集中營 集中營關什麼人 集中營關什麼人 不是猶太人 集中營關什麼人 集中營關猶太人 集中營關什麼人 集中營關猶太人 集中營關什麼人 集中營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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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點 好 可是在德國的戰俘營很特別 他不是要照顧人照顧人頭的東西出來 為什麼 因為德國做樣本符合熱內外 公約對戰俘的保護 一天至少吃三餐 還有消夜 而且反而德國人因為戰爭的關係 一般人都吃不飽 都沒有東西吃 所以他們在那裡打工 偷偷帶食物出來給他家人吃 所以後來變成這個警衛是在顧人 怕人頭的東西出來 不用顧那些人 那些人的造材夭食 所以他寧可待在裡面每天至少三餐 時間到了吃穿喝水 就這樣子 反而是怕人 所以那時候警衛就站在門口說 袋子打開 看沒有東西 下一個袋子打開 下一個 就每天在做檢查的動作 剛好這時候 一個在裡面工作的 跟一個在外面站衛兵的 從小一起長大 好朋友 這個衛兵就在那裡做工作的朋友說 你什麼看我什麼不知道 我自身就看你大小 你無所不偷 想說我每一天給你檢查的時候 你的袋子怎麼都空空 這事有蹊蹺 那時候那些朋友說 什麼跟你講 說不要跟我講 我不會跟你別人講 不准跟人家講 我才跟你講 因為我好朋友 我偷的就是袋子 聽到有沒有 我到底就是那些袋子 聽得懂 袋子一個多少錢 這袋多少 行軍用的帆布袋一個 現在我賣很多錢 一個月下來三十咖 不就三萬塊 你再拿去買食物收不到 是不是很聰明 我這個警衛為什麼看不到 因為長官命令檢查袋子裡面的東西 你去看什麼 你去看什麼 看不到就是沒有 袋子整個去看什麼 看不到就是沒有 袋子整個去看什麼 不知道 叫你去選舉 你就去選舉 你每天都注意 誰當選 誰沒有當選 現在幾票對幾票 懷疑到要死 結果整個去看什麼 因為他要整個幫你吃掉 你去選舉 你台灣人去選 說的 說的選舉 又有一套可以講 之前不是講福茂嗎 台灣人 說的選舉 有一個蠻有趣的發明 就是一台腳踏車的腳 後面放一個 彈子台 旁邊放煙槍 把你拼 拼得香香香香香 你噴到味道就很想吃 可是他又有一個 遊戲規則在旁邊 對不對 那彈子台上面 有放一個條 說打幾分 拿幾支援槍 對不對 有那個遊戲規則說 打幾分幾支 你阿伯就叫那個 打出來的分數 叫他討物 你比較厲害的 打到超過幾分 你有很多條援槍 沒錯吧 他把Casino賭場結合這個 那個食品事業 很厲害 結果你一旦 拿50塊 放在那個布蕾上面 放下去之後 表示說 我願意遵守 老闆訂的遊戲規則 去玩 我跟你賭 我賭煙槍 彈香香香 你可不可以說 我煙槍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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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說 遊戲規則都很好 就叫那個店員去玩 就是 你會到那時候 他會病 沒辦法 因為你當初錢放下去 就是你要跟著賭 你要跟他玩 你一定要進去人家遊戲規則裡面 就要按照人家遊戲規則玩 你不能給人翻掉 這樣變成你不對 台灣人要去選舉 不管你選出來 再怎麼 糟糕的人 你已經走進人家遊戲規則 所以我們現在黑市 叫台灣人不要去投票 其中原因就是在這裡 你已經進去人家遊戲規則 就要按照人家遊戲規則去玩 就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 台灣人這方面要想清楚 來 下一個 好啦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事情 我們有幾個標準 我這邊分成A級 B級 C級 D級的證據 X不算 X是假照的 前面都是真實的東西裡面 我們怎麼下判斷 都真的喔 裡面沒有假 假的是在X裡面 最近都是真的事情 發生的時候要怎麼看 頭一個 科學證據 接近客觀 越頂端越客觀 越會越主觀 客觀的部分 比如說什麼 基本邏輯推頓 比如說一個歷史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邏輯推論去想就知道 進化論是真的是假的 我跟你講 只要叫論就不是真的 那是一個論 理論 一個觀點 所以進化論不能當真理來教 那你要推翻它也很容易 為什麼 我講一個基本邏輯就好了 你每次挖到的東西 都是點點點 你把它連成線 所以認為人是猴子變 了解嗎 中間的產物都沒了 哪有可能這樣 高級貼得很好 中間的東西都沒了 這就是基本邏輯去推論 第二個 物理性質 比如說 這個木乃伊多少年 你能跟青菜講嗎 沒辦法 因為有一個碳式式半摔期的這種儀器 照射出來 它就知道多久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五萬年之內才有效 會很準 很準 所以你可以不能有機物 而且有限於有機物 再測得出來 再來 化學性質 比如氧化 這邊的人民 現在已經很久 已經開始使用鐵器 你看你氧化的程度就好了 對不對 第三個 生物性質 DNA 這是最近 我待會就要講到DNA的問題 很重要一個 在研究DNA的方法上面 進步很多 變得很快 待會再說這個 第二個 第二集就是歷史文獻 Historical Documents 歷史上的文件是簽署的 我現在不再講說發生什麼事的記載 那個屬於下一階 比較主觀 比如說紀錄說現在誰打贏哪一個戰爭 那個當然 你我有誰在寫歷史 沒人 當然是執政者有權利的人寫歷史 一旦寫歷史 按照他的立場寫歷史 所以就偏主觀 所以如果你看 再來就推論假說 過去有什麼想法都先做hypothetis 就是一個假設 然後找資料去 怎麼樣 support你的點 最後才成立 之後才能 這樣知道 好 偽造歷史那邊講 比如說教科師 幾乎都沒有 他就是有目的的 就製造 只是抓歷史上的事實 來support他要講的東西 那完全不一樣 來 下一個 histoire document是有記載 他跟 人類學家 歷史學家 跟考古學家的目的 跟動機都不一樣 來下一張 講到大家要回去了 我走得快 來 來 再下一個 講到這個 DNA 有意思了 這是什麼 國家地理雜誌 大家都知道 你們有國家地理頻道 它是蠻有錢的一個單位 他們最近 因為人類對DNA 技術方面 越成熟 速度越來越快 所以你用棉花棒在口腔 把它刮一下 拿出來 送到化驗室 幾天就抓了 你是幾%的多少 什麼人 什麼人 什麼人都抓了 還有一個觀念是這個 我們每一個人在 繁殖下一代的時候 我們DNA作為複製 複製 複製 複製的過程當中 有些不是每一次都完全 對著 有變異的時候 產生變異的時候 你所有對你這裡生出的 你哪 都帶著你這變異細胞 所以以後你的子子孫孫 都有帶著同樣的變異細胞 就這樣可以追回去 所以你可以追到 你的祖先是誰 了解 我先講一個簡單的 最後 國家地理雜誌 做了70萬個樣本 抽樣 就把人類的遷徙圖 人是怎麼從哪裡來的 就做了這個圖出來 看到這個圖嗎 這是DNA 人類的遷徙圖 最後人是從哪裡來的 看得出來 看得到嗎 從非洲 所有人類 所有人類 這沒在慶祭講 這是科學證據 所有人類 我們現在講的是A級證據 所有人類在DNA抽出來以後 發掘都是從這邊來 六萬多年前 這沒辦法亂講 然後呢 可能比較有興趣是 我們台灣人從哪裡來 對不對 從這裡來 有一個叫M174 我們是這個後代 M174 走過埃及南部 印度 走到印尼 馬來西亞 所以我們有一部分是馬來西亞 馬來人的血統 走來台灣 走去日本 到韓國北部 走去所謂的中原地區 你看到嗎 你這個所謂的支那地區 有什麼人 有蒙古來的 有歐洲來的 有印度起來的 也有南部的地區 所以誰是雜種 他們這張中國人就是雜種 沒有什麼叫做漢人的血統 全部是雜種 整個人在我們 我們現在說 四萬人前我們到台灣 誰是誰的祖先 誰數點望祖 他們這張中國人數點望祖 他不知道我們才是他的祖先 對吧 所以 只要這樣看起來 韓國人是中國人祖先 不用想去 中國人氣得要死 但是偏偏就是 用DNA看就知道 日本又是韓國人的祖先 但台灣人又是日本人祖先 馬來人又是我們的祖先 印度人又是我們的祖先 非洲人又是我們的祖先 這是科學證據 我們不是在玩文化歷史編故事 你說的中國歷史幾千年 我們說的是幾萬年 幾萬年前已經來台灣這所在 沒有跟人家互通 那是十幾四基準 在開始跟外界互通 不然近期我們都在島上面 一直繁殖生團 這叫做台灣人 所以你現在以為你是 中秋還是專秋 一大堆的 本土台灣人 自己想說自己是客人 本土人想說自己是 專秋還是中秋來 不是欸 你的血統 五十四都要高興 你身上流的血是很純的 在這邊已經很久 幾十萬年 M174的後代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誰 不要認錯祖先 你認錯老爸阿公 你的祖先不是這裡 你的祖先是在這裡 台灣人先搞清楚這個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你才打破 中國人要把你套下來 這個 這個謎藏 說你輸點忘足 我們倒過來跟你講 你才輸點忘足 我們是你的祖先 你搞清楚 DNA最清楚 所以 Dr. Spencer 就是這個案子的主持人 叫Dr. Spencer 他說一句話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就是最偉大的人類歷史 是記載在我們的DNA裡面 沒辦法讓你親切學不會死的 沒辦法你編造的 因為DNA 血抽出來就知道你是誰 你是什麼人 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清清楚楚 這張圖就出來了 也不是我編的 你上網打 Genographic Project 你就看得到 科學證據 我講的一級證據 一級證據出來 你出的都靠邊站 你要編都沒有用 OK 下一張 這還有時間表 6萬 5萬 4萬 3萬 2萬 1萬 從非洲來的6萬年前 到現在5萬年前 4萬年前 4萬年前到台灣 之後到中國都已經買了 1萬年前 所以你告訴我 你是發源地 笑死人了 中國人怎麼會是發源地 你是雜種 你是各種人種到最後 藍的那個 沒有漢人的血統 沒有 不然你定義出來 你定義跟我講說 這叫漢人血統 你會列出來 到聯合國去做一個登記說 這叫漢人血統 說不出來 OK 下一個 你是誰 你一尺 你叫什麼名字 不然你就叫星期五好了 你知道星期五從哪裡 語出哪裡 這句話都叫出來 你知道嗎 魯賓孫漂流記 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沒有看過 看過請舉手 沒有幾個 魯賓孫 我去講一下 有一個白人 這個在多久 1719年寫的小說 就是一個白人 要坐一隻純 遇到風難 就擱淺在一個島上面 純還有一些剩餘的物資 他就拿來去 在樹上搭一個樹屋 在那邊一直生存下來 過不了幾個月之後 他就發現 當地有一個人跑來找他 過心說 他說 你就叫星期五好了 因為我在禮拜五發現你 你是不是覺得很好笑 好笑在哪裡 你是外來人 我是本地住在這裡 應該是我給你賠名 不是你給我賠名 那為什麼是這個人講 你叫星期五 白人觀點 白人的觀點 怎麼會是白人替這黑人取名 應該這黑人替白人取名 你是外來人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是個人部發現新大陸嗎 不是 那上面已經幾個萬年 就躲人在那裡 所以不要用白人觀點 來解釋很多事情 也不要用從 在那裡看不 這樣知道了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來講 台灣是不是母親的名字 台灣是不是母親的名字 不是耶 福爾摩莎是母親的名字 也不是耶 那是西班牙人13世紀給我們叫 台灣叫什麼 沒名 本地沒名 一個島上的人 如果住在這上面 自給自足 什麼都要有名 沒有錯吧 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嗎 那是美國人給他賠的 因為本來大丁丸 只有不同的部落的名字 哪有針對這個大土地 他不出去了 為什麼要替這個地方取個名字 沒有錯 所以台灣本地沒有名字 那是開始跟人家互動之後 才給自己一個名字 現在知道了嗎 福爾摩莎是普達亞語 叫佛摩莎 是澎湖 是澎湖 是這樣 來 下一個 毛利人來台東巡根 發現傳家寶 知道這個意思嗎 他們就是毛利人來台灣 去看我們原住民保護館裡面看 這就是我們祖先在他們的東西 身上的保護 那怎麼跟我們一模一樣 不用一模一樣 我們剛才那個A級證據拿出來以後 你就是從我們這邊出去的 那個遷徙圖出去了 你們從我才來去 所以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認為他們 是從這邊地區來的來源 發現他們跟原住民的DNA很接近 這不用再講了 因為我們有一集證據出來 他當然跟我們DNA出去 從我們這邊出去的 要不然你祖先傳給他的傳家寺寶 可以看了嗎 下一個 這下一個 上一個 抱歉 所以日治時期也是沿用這個 福爾摩殺這個名字 一直到1950中華民國聯合政委來台之後 才能國際名稱的改為叫台灣 下一張 過去怎麼說 來1920年的國家地雜誌封面 聽完下下 FOMOSA THE BEAUTIFUL 還有什麼台灣 沒有啊 FOMOSA THE BEAUTIFUL 對嗎 接下來呢 TUNES OF EXPLOSIVE BEAUTIFUL 鴻炸台灣 For什麼 FOMOSA 幾頓的炸藥炸在福爾摩殺上面 來下一個 SAN FRANCISCO條約裡面寫什麼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HE FOMOSA AND THE PESCATO 這什麼意思 這就是FOMOSA跟PESCATO 有用台灣片嗎 沒有啊 下一張 好啦 講到這邊 我要再講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自己是誰 除了我剛才說的 不管 我們每個人 怎麼知道我們自己是誰 主持人 我們出息一順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誰 沒有 我們透過什麼 透過媽媽 對吧 我們出息一順 媽媽 你肚子要好 你媽媽給你吃冷 你不高興 給你扔 扔得你笑 所以你就慢慢建構 透過媽媽建構說 我很重要 我存在 我需要被他滿足 所以我們就慢慢建構自己的存在感 接下去你的兄弟姐妹來了 爸爸來給你扔 你就慢慢 你的建構你自己存在感的那個 那個基礎就越來越穩固 越來越多 所以存在感很強的 Baby慢慢長大以後怎麼樣 他就有自信心 對不對 有自信心的小孩子怎麼樣 學習力就強 對不對 學習力強的小孩子怎麼樣 競爭力也強 競爭力也強 競爭力也強的 就會對這個社群有貢獻 沒錯 好 那有貢獻之後 有一個情況是顛倒的 比如說你出息一順 肚子的腰 競爭力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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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我正常人類出生之後 期待的東西不一樣 想到這是什麼狀況 競爭力也強 他會困難 所以他建構他存在感的時候 他被虐待 我過去 我去育幼院裡面 照顧小孩子 我帶你那 辦很多活動給他糖果吃 帶他做遊戲 可是總是有一兩個小孩子 躺在肚子上就不會抓 我問是怎麼回事 後來還知道 他們都是受虐兒 子小人叫靈殿人 所以他就開始對自己沒有自信 他沒有存在感 也不需要你知道他的存在 所以就在肚子上肚子上 雖然繼續吃吃東西 但是他就不會讓你知道 乙跌存在的 所以就沒有存在感 這種人都是以後拒絕學習 沒有競爭力 這種社會的負擔 這就是台灣人 當你跟人家講說 我是台灣人 那時候 你是叫中國人 我台灣人 不准你講你是台灣人 過去的 這是我那個年代 你說台灣人 不行 你在建構你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 不僅被否定 還跟你套另外一個名字上來 說你叫中國人 更慘 被虐待 台灣人 所以我們現在每一個人 明星都受虐了 我是台灣人 啪 你在建構你台灣人的存在感的時候 被否定 還被套另外一個名字 受虐 我們台灣人受虐 真的很可惡 這樣都不知道 最後認同 說我是中國人 還要拿他的機子 去聯合國 說中華民國 回到聯合國 就是台灣人 很可憐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連自己的名字都叫不出來 是我們自己選的嗎 是我們自己選的嗎 不是 抱歉 不是 因為我們敬敗 我們敬敗 我們敬敗 叫人靈 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敢叫 叫別人的名字 因為我們敬敗 我們沒有選擇 但是現在問題是什麼 當然為什麼講不出自己的名字 我再講一個故事 過去在格拉森這個地方 在聖經上有一個故事 格拉森是一個天然石灰岩地形的地方 石灰岩都會地水 碳酸就腐蝕那個 就一大堆洞 所以就是天然的那個什麼 墳場 所以人們熙熙而捕包包的 等在那裡 就好了就解決了 所以久而久之 格拉森這個地方情城叫做墳場 墳場 墳場 死人坐 死人坐 墨魚坐 墨魚坐 鬼附身的事情就跑出來 所以這個村子裡面發生一件事情 有些人 叫鬼附身 整天 沒要吃東西 沒穿衣 沒要來亂 這個村子裡面的人看 這不行 這好像用鐵鍋把它拔拔起來 他又有力了 鐵鍋 撞到回去 墳場裡面 又開始撞 看到亞洲來了 衝過來 講什麼 永生上帝的兒子 時間還沒到 難不成你現在來 就是要叫我去下地獄 耶穌不再說什麼 他就說你叫什麼名字 那些人 說不出名字 結果說一個名字 我叫群 這群的群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其實不奇怪 因為他被鬼附身 附在他身上鬼很多 鬼替他回答他的名字說我叫群 對不對 耶穌就說 從這個人身上出來 鬼就叫他汗汗 他旁邊有兩千頭豬 鬼就全部附到豬身上 衝到海裡面淹死 耶穌代表真理 真理出來 鬼就要走 鬼去台灣人也是一樣 你說我是什麼名字 你說不出來 是中國人的鬼 替你回答 我們台灣人 叫中國鬼附身 為什麼講說 中國的流行政委 就是鬼 死掉的政權 不是鬼是什麼 你已經死去了 你死掉的政權 當然是鬼 你又沒有身體 跑來台灣做什麼 台灣又不是你的身體 那叫做鬼附身 鬼附身的話 更加害就是 台灣人又帶這鬼去 看他自己的名字 還叫不出來 那個鬼附身 好在法理出來之後 這鬼就要走了 回去他的金門媽祖 那財政是他的地方 台灣不是野的地方 那鬼想辦法附身 就好像什麼 要想辦法就地合法 變成真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鬼附身 還要就地合法 所以不管民進黨 國民黨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想辦法讓這個流行政權 這個鬼在台灣著根 他沒有身體 要給他身體 那這樣的人 你還去支持嗎 那就好笑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 用法理幫他走 叫他回去 回去 回去中國 說得不好 你回去中國 才會載著武器回去 一定要繳械 所以我們的什麼 國防部裁測 三軍總製品 就是要回去 要回去 要回去 所有的都要繳械 你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會容許中華民國 帶著武器回來嗎 當然不可能 帶軍隊回來 比較有可能 我們要來拳拳起來 拳起來平壇 你的武器全部繳械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的事情 當我們有一個大架構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 Feed into the big picture 整個就清楚 一目了然 我說起來你們都清楚 很簡單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個人的存在感很重要 我們這樣講 個人存在感 慢慢的 你一個人還不夠的時候 你要慢慢結合 一個家庭 然後慢慢一個部落 部落跟部落是什麼 會為了爭奪生存資源 會打仗 對不對 會不會 會嘛 這個水質好 這個土地好 部落跟部落之間會燒台 燒台之後輸的怎麼辦 你如果走不去那時候 贏的會把你撞台 贏的會把 過期是這樣 是沒有錯的 他為什麼要撞台 怕你給我換 怕你的下一代被給我換 來報仇 所以我撞到這塊 都撞台之後 可是 顧起來 這樣也不對 為什麼 撞台之後這個土地 誰去盡走 還是我自己要下來 我土地變大 可是我人不夠 所以我想一個方法 是什麼樣 我在打贏你的時候 我做一件事情 把你這個組裡面 比較厲害 比較有力的 男人都撞台之後 村的 剩下老弱父母留下來 繼續給我去耕田 種東西 時間到了 然後抽稅回來 現在知道了嗎 對不對 所以你一二百就是這樣 菁英 台灣人菁英 這還得了 全部傷 村的老弱父母留下來 你我都是 這叫什麼 我給他一個名字 叫做資源回收人 本來是本所叫做單調 現在叫做資源回收人 我們都資源回收人 我們隔壁就是一個資源回收城市 叫什麼 香港 香港 香港是資源回收人 你不知道 過去有英國人統治 對不對 他們裡面的人 只管賺錢過生活 資源回收人 你不可以想太多 你就是想你怎麼製造生產 中國後來回收了以後 97年到了 租金 租約到了 收回來 江振明講什麼 舞蹈跳 馬蹈跑 意思就是這樣 你繼續生產 我時間到了 兩天跳都回來 就是了 所以那邊的人 不會去想太多 不會去想法理 他不需要想 他就是資源回收人 是被人家 資源回收人到世界各地都是一樣 現在香港人緊張 中國叫他唱 中國國歌 叫他講中文 那時候 跳起來 太遲了 要走都走 走到加拿大 到英國去移民 難道他就變成不是資源回收人嗎 他還是 他怕到處都是可以被當地國家所使用的資源回收人 所謂的自由回收人 就是什麼國家都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剛才台灣移民去美國也是一樣 除非你開始認同這個國家 效忠這個國家 為這個國家打仗之後 你才不是資源回收人 你才是真正屬於這個國家的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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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灣人你如果繼續只說我只管吃穿喝的話 你就是資源回收人 你不去管台灣的前途 在座各位都不是 現在不是 因為你已經了解法理了 你參與這個台灣這整個事情的發展 你不是只能天天一隻點過一個一隻 不是了 你參與在資源市民上面 會看 資源回收人 來 下一張 我們要休息一下 因為 大家累了 來 我們待會還有影片可以看 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說短一點好不好 十分鐘之內就要到 回到這個位置 我不再拖了 後面也很精彩 OK 到這邊